近日,何超新的25岁生日派对可以说给大家展现了豪门千金的十足排场 在最新一组的照片中,西梦瑶也带着两个子女为何超新庆生 要知道,在何超新的生日派对上,不管何超新自己盛装打扮,连换几套礼服 参加的名媛千金,向林田,还有何超新的姐姐何超盈也都是精心打扮 何超中透着一股浓浓的上流圈子风格 但何超中的西梦瑶却显得格外 突出,并不是她打扮得多么耀眼 相反的是她素颜出镜,而且穿着休闲 头发也是随意扎了个马尾,脸看着寡淡,而且还有点肿 虽然说西梦瑶不是这次的 主角,但就连妈妈四太也是看得出来有特意装扮过的 西梦瑶未免太过低调 也有网友觉得,西梦瑶的低调其实正是体现了她的高情商 众所周知,西梦瑶虽然是超模出身 在娱乐圈名气不低,但家事和赌王家还是没法比的 但她却能从一开始的 高攀豪门,走到如今被四太认可,何赵能站在四太身边,其中离不开她的高情商 西梦瑶虽然算不上是娱乐圈女星的顶级美人 但身为超模的她,无论长相、身材、头身比例都是非常优越的 别说是和女明星了 和何超新这种名媛千金合照,分分钟就是轻松咽压的事情 所以,其实西梦瑶每次在参加赌王家族的活动时 或者是和何游君家人一起的时候 哪怕是盛装打扮,但基本上也是端装的打扮,不会太过华丽 而且,这次是何超新的生日派对,主角是何超新 可能西梦瑶也并不算自己过于打扮,抢了主角风头,可以说给足了小姑子面子 当然啦,西梦瑶不仅会给小姑子面子,更会给自己老公面子 虽然,她在综艺上会调侃何游君个子矮 但现实中,西梦瑶几乎每次和何游君一起参加宴会都是穿平底鞋 不过,哪怕西梦瑶是穿平底鞋 但大合照时,还是能看到西梦瑶的个子,体态太过突出了 作为嫁入豪门的,平民媳妇 西梦瑶不但在细节上凸显了高情伤 在和赌王家族成员相处时,也得心应手 在刚刚结婚的时候,那会儿,四泰和西梦瑶的关系对外还不算很好 甚至一度传闻四泰不喜欢西梦瑶 但那时有媒体拍到西梦瑶和四泰一起外出的时候 西梦瑶已经会主动帮婆婆拿包包,卑微地跟在婆婆身后 西梦瑶在和何游君和超新一起外出的时候 西梦瑶曾被拍到耐心地帮何超新拍照 一旁的何游君则和朋友聊天 众所周知,何游君很疼爱妹妹何超新 西梦瑶能和小姑子关系处得这么好 难怪何游君对西梦瑶也那么好了 西梦瑶不止一次跟着何游君参加赌王家族的大活动 虽然作为女明星,但可以看到 每一次西梦瑶都是打扮得得体端庄 能尽显美貌,但绝不会抢风头 相反,像何超新 何超凤的女儿可能在穿着打扮上 就更加大胆和锋芒毕露 本身就是出身豪门的她们 自然更加随心所欲一些了 很多网友都在夸西梦瑶的高情商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何尝不是体现了她在豪门生存的不容易呢 已故独王何鸿燊四房子女 一向感情要好 小女儿何超新近日举行生日派对 庆祝25岁 妈妈四太梁安琪 姐姐何超盈 两位哥哥何尤君,何尤亨出席外 何超盈与何尤君的子女也有道贺 何超新14日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 见到四太梁安琪陪三个孙 在波波球池子里玩耍 温馨又幸福 何超新近日举行25岁生日派对后 分批在不同社交平台上载照片 最近一组曝光的合照 见到何超新与妈妈四太梁安琪 拍了不少两母女搂着的照片 何超新又不忘感谢母亲 25岁限定寿星 是纪念和妈妈相遇的日子 而当中的其他照片 更见到哥哥何尤君的内地超模太太西梦瑶 与一对子女 以及姐姐何超盈的女儿 四太梁安琪合照时轻扶着孙女 而何超新则照顾另一个小朋友 西梦瑶抱着儿子坐在大腿上 难得见到四太梁安琪与三名内外孙的同框合照 四太梁安琪另外又有抱着孙子合照 未有厚此薄鼻纸疼爱艺人 照片中的三位小朋友 看起来已长大不少 当中何尤君的大儿子 更是手长脚长 估计是遗传到母亲西梦瑶的身高 相信未来会是行男一名 不过有网民似乎眼花 留言问 怎么有四个小孩 四太有四个孙了 恭喜或其他网民澄清 三个 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和一个外孙女 6月17日 有网友在美国波士顿机场 偶遇了赌王公子何尤君 当天的何尤君身穿一身灰色运动装 非常舒适休闲 另外 何尤君还拉着行李箱 在机场走得飞快 据偶遇何尤君的网友表示 是他一个人 不知道何尤君去美国波士顿做什么去了 随后有网友表示 在6月18日是NBA篮球赛的总决赛 好像是独行侠VS凯尔特人 两个球队都非常厉害 当然了 比赛也肯定很精彩 所以谁能够去现场看这场比赛 肯定是超级的幸福 而对于赌王何尤君来说 出国就像普通人坐一趟公交车这么容易 所以何尤君应该不会错过这个精彩的表演 也有网友看到何尤君在外网发布他去看NBA球赛的动态 值得一提的是何尤君起看NBA总决赛 而何尤君的妻子西梦瑶和妈妈四太梁安琪也没有闲着 西梦瑶和婆婆梁安琪在香港看中国女排去了 很多网友知道后也是感觉他们一家人非常有意思 好像喜欢的不是同一个频道 不过他们都很喜欢看体育比赛 这也是很多人都喜欢的运动项目 从曝光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出当天的西梦瑶打扮也很休闲时尚 身穿一件黑色运动上衣搭配衬衫 再加上他还戴着非常帅气的棒球帽 在比赛现场西梦瑶非常抢劲 不得不说素颜出镜的西梦瑶真的是太美了 西梦瑶还说他今天来就是支持一下中国女排 他自己也表示要多学习一下 很多排球的规则也不是很懂 恋人非常惊喜的是 这次陪伴西梦瑶的是自己的婆婆梁安琪 在西梦瑶接受采访的时候 梁安琪也在身边发话说 每个队员我都喜欢 画面中四太梁安琪也是素颜出镜 身穿休闲上衣搭配白色短袖 看起来状态很好 不过四太梁安琪已经64岁了 进照的梁安琪脖子里也有很多皱纹了 让小伙伴们很意外的是 梁安琪超级喜欢中国女排 还一脸自豪发表爱国言论 梁安琪表示希望 他们这些排球队员能够在巴黎拿到冠军 让我们的国歌在巴黎在唱响 说话的时候 梁安琪还用手笔划着 非常自信正能量 很多网友从梁安琪的眼神中 还能看到何超新以及何优军的身影 看来何优军和何超新都遗传了妈妈的好基因 其实就在前几天何超新庆祝生日的时候 四太梁安琪和儿媳西梦瑶都已经同框了 西梦瑶还带着两个孩子参加何超新的生日派对 不得不说西梦瑶和婆婆梁安琪 还有小姑子何超新相处非常融洽 每次有什么重要的活动 就能看到他们一家人在一起 这次唯一不足的就是何优军没有陪伴西梦瑶 一起看比赛 不过有婆婆的陪伴谢梦瑶 也是非常开心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